字幕组织 字幕组织 好了大家好 刚刚Apple推出了最新的Apple Intellections 如果你将你的iPadOS update到最新版本 iPadOS18Developer 即是Beta版来的 这个不是正式版 即是Beta版即是还有Bug的 等着Apple去Debug它的OS 更新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有个新的Calculator App 其实我iPad那时都是没有计算机的App iPhone也有 Calculator App都是一些Fat Party公司去做 现在Apple自己有个计算机的App 但最重要的是它有AI功能 它计算机的App里面 基本上都是传统的 Basic Scientific 和新家的Masnox 就可以做到这样的 类似In Place的Calculation 或者Computation 即是你在这里写Step 这里可以找到答案 立即给你答案 还有用你模仿你的字体出回答案 非常之人性化 有些类似当年的MyScript Calculator 又或者这里有个隐形的Excel 帮你做计算机的 也有个隐形的Desmol 我们说Graph 或者Georgiava 都很一应俱全 当然它只能够做一些简单的Calculation 但如果复杂的 比如这些这样的 数学里面 例如Factorize 这些化简 它做不到的 这个只能够帮我们运算的 记住 好了 我们今天就这样做的示范一下 究竟这个Apple可以做到些什么呢 还有呢 我因为教学 带来些什么方便呢 首先我们讲讲 这个Calculator App 都很邪段 因为它是用AI 在背后做运算 跟打机差不多的 那我试过 开着Calculator App 在那里写筆记 或者计算 它很快就扯电了 真是的 这个是AI的Application 它用电量是相当之惊人 所以现在我拍这段影片 都是插着USB线 插着电去拍的 另外一提 就是讲讲我这部机 都是iPad Pro第四代 就是2020年的产物来的 所以那粒CPU都不是那么厉害 即是行AI的Application 都是有一些疾疾的 即是有一些小小力的不低 你写字的时候 有时都会断断的 所以就是 其实这些AI的应用程式 基本上对个Local机 硬件的要求 都是相当之高 那我们试试开一个新的Page先 开出来这个是黑色来的 那这里有什么转呢 这样按一按 就没得转 好过有些怪的 要写一点点东西 才可以转回背景白色 不知道为什么 或者我未知道它详细怎样用 那就不要紧 我们试一下 计算一些简单的加数先 譬如1加2这样 那你这样写 它就不会识计的 除非你写一个等于 即类似Excel 即Excel加个等于 是一个function 一定formula来的 那你写等于 它就会出衣服给你的 另外呢 另一个做法 画一条横线也可以的 这个这样呢 它又会帮你识计 那些衣服的 你不画横线 它就不会帮你计的 会有趣的 这个人性化的功能 比如我们这一条横线 那它就不会计的 它就不会计的 加一条线 它就会计的 其实好像 就是当年 MyScript Calculator 一样的 比如你改这个 不是1这样 是4这样才算 那它重新会再recalculation 或者Excel Google Sheet 都有这个功能 那就可以继续改了 比如 2加2的square 4加2的square 就是4加4就是8粒 它其中一个最正的地方 就是 它做回一个 你写的字体 模仿化 因为它是AI Machine Learning 就是可能学习了 你的字形的写法 就出回一个 好像是你写那样 那其实是 Machine 算出来 好 另外 我们可以 解分数 可以不可以 比如2分1 加3分1 对不对 那这个应该是 6分5的 要通分5 但是它是不会做分数给你的 它用回小数一样 就是好像calculator 如果你知道 它的通分部是乘6 你可以自己捕回6在哪 你找到分子 它自动帮你计算 这个是6分5的 好 另外 基本上都是做计算 如果你把答案给它 如果你把答案给它 给回一个identity 给它 就这样 不可行的 这个 就是不可行的 同时这个 就代表有error 或者有mistakes 或者syntax error 如果你写回答给它 更加都是不可行的 这个 它不会帮你check 是对还是错 所以它基本的用法 基本上是一个calculator 比如我们再试一下这个 这个 这个 不是 加了 是乘 乘 乘乘 对 对 对 想一想 1乘2 就是2 好 这里我们转一转 螢幕 那个screen 转到白底先 这样 我们找一找 要use light background 是这样 好 接着我们看看 可以做到variables 比如在初中数学里面 例如你的formula 你想substitute 一些variables 的value 例如例 A等于 1 B等于 3 3 c等于 4 接着 A square 加2 B 减 c 等于多少呢 它应该是计得到的 真的可以 你可以check check 是否对呢 因为都怕它计错 1的square 加2乘3 6 即是7 7-4 是3 所以它是认得到你的字 基本上 但它也会认不到你的字的时间 很难的 这个就很脆 因为可以做formula 即这个呢 其实可以set些formula 你可以改那些variables的value 例如我可以是 比如c 现在不是4 这样 c改了 可能做实验这样 改一些parameter的value 它真的会立即帮你计回update的答案 好像special一样 负1 这个没有影响的 因为负1的square都是正1 另外一般的p 比如意识到这个variables 例如我们在这里画一个球体的体积 那就先画图 半径R 要找个V 那我试过把图画在左边 不太work的 右边图是work的 因为左边 最后你给个AI做计数 那我们试试 例如 Let's say R 等于 3 才算 公式就是 V 等于 4 over 3 pi R 的三次方 那就是几多呢 那就是再计算了 它计算对的这个 113.09我先查过 留意画图 我发觉右手边是少些bug的 左边有时会拌乱了素色 和图里面那些字母的 那它最正就是可以随时改那些 Parameters 或者那些Variable 那些Values 例如 R 改做4 这样的 这个答案是对的 那它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改那些Variables 的Values 那么就 立即帮你重新做一些Calculation 那你只要有一条Formula 那 比较适合学生那些Exploration 上课的探究活动呢 那就 例如 这个Values要几多 会达到一个什么的目标呢 设定一个Target呢 那 那些类似是一个 就是纸上的Excel 或者Spreadsheet 那样 就是一个 几直观 也是人性化的一个 的表达方法 那我们再试下玩一下 你有什么Exploration 的Activity 可以给学生做呢 例如是 负数的Power 这样 负1 的1次方 都是多少 负1 负1 负1的2次方 都是多少 那 就会帮你计 1 负1 即是很直观 以往就按Capt Creator 就是 在那个Keyboard 或者Keypad 打那个数字 那样 现在这个好像 就是写字那样 非常之人性化 那样 可以探究到来 譬如99 那大家 给学生找一下 pattern 那样 他可以立刻 手写 那设计 他设计都好像 NotePad 就是Note App 那样 那现在只不过叫 Calculator App 负1 101 那样 那叫学生 找一下pattern sorry 那来 这个单数 就会是负1 双数就是正1 那样 就是比较容易 和低門檻 可以做到一些探究的活动 好 跟着我们看看画画画 那样 Y 等于X 初中都有格效的 这个 那 删了这个 Tool 用手指再按按这里 等于这个符号 那你会见到 Insert Graph 按按 Insert Graph 那我立刻告诉你的了 就是很快手 就是很人性化 humanized 就是很就手 就是 就是标现 在iPadOS 里面 免费给你用 但是那个代价就是 电邪路 其实现在我拍片的时候 和iPad都热一点的 你已经 真的热的 要留意那个用电量 好 跟着我们再画一条 譬如我想探究 Slock Intercept Form Y 等于2X 譬如改那个 X Efficient 那样 他都立刻去告诉你 就可以 是否要加那个 Equation 进去 Graph add to Existing 绿色的线 就是 最低的 就没有显示到 Y到2X 那个Label出来 这边 但不要紧要 自己看这样的 但特别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再按一按 这些数字 你写的2 听不听 他有个 有个Roller 不知这条 这个键 有个Roller 打出来 他会改那个数字 是 就是改那个 Covision 那你会探究到 这个其实 就影响斜度的 Sloop 这个MXM 就是Sloop 那 几好滑 这件事 可以很简单 什么App都不用装 就可以做到 这样确实的 Exploration 一副送的Sloop 左上角斜落右下角 正送的Sloop 左下角斜上右上角 那这个 就是一个的玩法 那我试下 再加上 Intercept 这样 加1 这样 那绿线应该 就是向上推一格 Vine 就是正一 那你可以改它 就是它最 很搞笑的地方 就是 这个是什么意思 有时 我们不可以直接 告诉学生 加2 又怎样呢 是不是 给学生做Exploration 2 不要加3 一路加 今天问他们 你们看到什么变化呢 这样 以往都要学生 用Georgia 或者Desmo 打准备 但现在很直观 就是一体化 在这里 对了 或者这个变回正数 这样 那你会看到那个 即影响在哪里 对不对 叫学生做这个 就是 写一堆Equation 下去 那一个Mas Note 那接着 叫他observe a graph 接着他讲回 他看到变化 哦 原来最后这个 就代表那个 Wideship 这就是一种的教育设计 就是一种的教育计 来的 试一下高中一点 譬如 Power 4 那个 Ax² 加Bx 加C 譬如YW Ax² -5x 加6 那它一样可以照 Prot出来 对了 这样一个problem 那Open upwards 因为Ax² 是正数 如果叫学生做参加的 那叫它改 改这些的 那5就得 因为Expressive 那1就似乎 它又没得给你改 这里又可以改 比如那6量 改Value 你会看到 它移高移低 是不是 因为这个是Constant Term 是不是 那就可以叫学生 describe它 它见到的 Graph的变化 接着我们看看 比如小学童工 会叫学生 譬如长方形面积 那我认识用中文 是不行的 只能够用字母 譬如X Y 找一个面积 就是Area 那加上 X等于10cm 可以写单位的 Y是8cm Area 等于是X乘 Y 不过这个乘 我不知道这个乘好不好 先试试 CM这个写得不好 这是Error 分开一点 X乘Y 不下符号 8 不过这个不行 这个乘就是 这个乘就是 对了 这个乘写得 这个有些少些bug 基本上都是 看它认个符号 有没有认错 如果认对符号 基本上它都计对 AR就是这样 它开出单位的 CM square 如果认得到 CM 它就真的会计 认不到 它就会计错 容易混乱 AI就是这么有趣 就是 X和成好 是接近的 所以有时候 都 有些吵架的 人都是 认这个 也有些困难 但学生 X和成 是很像这样的 所以后来搞出 为何要用 quote 这些符号 或者用full stop 代表 成好 这样 AI都一样 遇到这些问题 真的比较特别 或者 可以想一想 就是 不要用XY代表 那些variables name 比如p cube 或者ab 不过你不要跟上面撞 因为上面用的ab 对了 这个就是这样 好 这条片我们先讲到这里 我们将来再继续探究这个app 就会继续再拍片介绍 好 我这条片再见 拜拜